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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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第三个方面应该说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疫病的防控体系 比如说我们的争情内的 可以参照一些我们的比如说家庭的一些防控体系 比较好的对疾病进行防控 第四个是符合国际的一些管理 比如说我们的陆里养殖 它就在国外都是由畜牧主管部门来压 它是作为家养动物来统一的管理的 这四个标准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界点 就是它如野生动物的一个本质的治愈 比如说从您的角度来看 这个序勤遗传资源目录公布之后 会对整个特养产业的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应该说会把产业更加优化和规范化 比如说第一在管理部门上更加明确 因为我们的这种特种动物 它已经所有家养的了 那么跟虚型一样 跟养猪养牛养羊一样 那么进行管理 那么它发生的机关主管的部门都非常明确 第二就是说 这个管理部门明确之后 它在科研 比如说未来的科研的营发这些方面 比如说我在标准化饲养 营养的需求 包括疾病防控 包括以后的产品的利用这一块 它都会有科技的支撑 那么让这个产业更健康 更规范的去发展 那对于今后怎么样规范养殖 你能不能给养殖户们一些建议啊 我们的养殖户在比如说生前 比如说养殖的过程中 我所有的伴政啊 什么这些东西啊 我都要合理 是吧 第二就是说 我也要随着就是科学的防控 科学的饲养 同时的产品利用呢 是符合我们农业农村部 比如说我们下面的主管部门 比如说畜牧主 这个受益防控的这些主管部门的要求 那么这样的话 应该说是风行可防和控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利益呢 有保护 公布之后很多养殖户 想养目录中的这些动物啊 他们应该符合什么样的条件 我论是这样的 我们要先看好我们的这个动物啊 在我们的这个遗传自然 目录里面是不是在这个里面 如果在可以是这样了 是吧 那么以后呢 它就会像养猪 养鸡养牛一样 收入我们的主管部门 比如医务业主管部门 来正常的管理 那么呢你当然要帮一些 就是跟养猪养鸡养牛一样的一些 手势 比如说你用力手势啊 环品手势啊 财务力书和证啊 这么其他的这些证之后 我们还要取得我们动物防疫 条件合格证 那么呢 这是我们的虚目主管部门来办理了 那么这些证批下来之后 我们的养殖户呢 可以 就可以去工厂管理部门了 办理研业执照 然后呢 到虚目部门了嘛 办理登记手势之后 就可以正常的 合理合规合法的 去养殖我们的这些动物了 你看咱们这个特产所啊 所在的地方是吉林长春 我们都知道东北啊 这个特种养殖户 也是相对比较多啊 这个政策出台之后 对东北的养殖 有什么影响吗 因为东北的养殖 比如说像梅花鹿啊 我们的 当然还有凝蛙 那是氧气类的啊 可能不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里面 还有我们的就是毛皮动物 雕虎豪的样子 在北方面都比较多 那么呢 它归入到了我们的这个 遗传资料 明路里面之后吧 它有第一 有正常的部分 去同意的管理 有支撑 那么有合理的防疫 那么我想这个行业 应该会更会有视 规范科学的去发展 应该是利好的 这样咱们单独梳理一下 梅花鹿这个产业 特别是我们梅花鹿 它进入了我们这个 遗传资料 保护明路里面之后 那么未来的管理 它就是按家序来管理 我们有非常足够的信心 把这个产业做得更好 因为目前啊 梅花鹿的养殖啊 百分之九十 九的都是家养 野生里是极少的 那么呢 这种情况下 按以前的管理方式 那么它是国家一类 保护的野生动物 那么你肉 肯定是不能吃的是吧 那么呢 就是就是你一旦养殖 或者说 就是很容易触碰法律 那么呢 这个界定了之后 它是家养动物了 那么呢 它就像我们的 竹马牛羊羊羊羊羊 那么这个行业 应该会非常健康 非常 就是说 迅速的会发生的更加规范 有事 还有竹鼠 你再给分析一下 这个产业的未来的走势 他们这个竹鼠产业的命运 何去何从 竹鼠应该说 还是对我们的养殖户来说 压力是非常大的 因为好多养殖户 投资比较大 并且呢 这个一旦进食了之后 它本身市场受到了 很大的限制 比如说 我们以前 你就是消费习惯 是吧 通过我们国家的引导 那么大家可能就是 会使用它很少了 那么你本身市场需求 就会降低了很多 那么我们就是 即使转厂 或者说 把它进行五号化处理 这个非常必要 如果顺利补贴 应该符合什么样的条件 应该是 有行政主管部门的 就是当时养殖的受传的 是吧 有防疫症 至少比如说 也是动物顺养数可证 还有我们的这个防疫症 这个是合理合规的 就是当时政府受传的 如果是自己养的 我估计这个 很难找到 就是法律 移路和政策来进行补偿 谢谢李所长 在吉林长城和我们连线 回答了很多 这个网友关心的焦点 和热点问题 谢谢你 李所长 谢谢李所长 谢谢我们国外 网友朋友们 也谢谢网友朋友们的观看 欢迎大家登陆农视网 农视网微信 以及中国三农发布 抖音快手 各平台关注相关的内容 咱们下期再见